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天氣預報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天氣小滴零 第一點根據就是 台灣位於東北風的環境 在東北部的淫風面來講的話 有點短暫的陣雨 中南部來講天氣相對是比較穩定 但是沉浸來講會有點霧 那麼白天來說比較溫暖 早晚比較涼 所以建議大家早出玩怪朋友 衣服外套還是要戴夠 不然很容易感冒著涼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微情圖上面的說明 當然可以看我們台灣上面來講的話 雲比較多的地方還是在這個北岸地區為主 那麼其他地區來講的話 天氣相對都是比較穩定的 這是受到了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只有在陰封面的北岸 東北角這邊雲多偶雨 那麼其他地區來講的話 都是一個比較穩定的天氣狀況 接下來來看一下未來幾天的模擬圖 未來幾天來講的話 禮拜六禮拜天大概都類似的狀況 台灣附近的風場是屬於東北風到偏東風 比較容易下雨的地方 還是集中在這個東北角山區 還有集中北岸一帶 還是雲多偶爾會有些下雨的狀況 那不然其他地區來講的話 天氣相對都是比較穩定的 不太會下雨的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流場的分布的狀況 從流場分布可以看到 東北風環境迎封面的這個 宜蘭山區啊 東北角一帶來說 降雨都還是比較頻繁的 那麼其次在北花梨的山區 這邊有點短暫震雨發生的狀況 那麼到禮拜天的時候來說 可能東北風會再度增強 所以說目前看起來 禮拜天的時候 可能這個雲量部分在北部這邊都會增多 那麼降雨的狀況來講的話 也會變得比較多一點 在這個北海岸 還有東北角這邊 在禮拜天來講的話 這樣也會稍微多一點 那麼到下禮拜一來說的話 整個偏東風又過來 水氣又變多 整個東半部都有降雨的狀況的 好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雨區的預報 禮拜六的時候 比較容易下雨的地方 還是在宜蘭山區 還有在東北角山區這邊為主 禮拜天的時候 宜蘭山區的雨會更加的明顯 東北角跟京王北海岸這邊 也會比較容易下雨 那北部地區來講的話 平地也偶有降雨的機會 那麼到了下週一下週二來說的話 水氣還會更多 整個東半部很容易下雨 到了下週二來說的話 可能東南部還有南部地區 都有短暫陣雨發生的狀況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溫度的預報 北部來講的話 禮拜六的高溫回升到27度左右 但是到下禮拜來說的話 大概都是在24到26度之間徘徊 那麼到了下禮拜四之後 還會再更低到23度 低溫則是在21到22度之間 那麼在中部地區來講的話 這個氣溫呢也都是類似的狀況 在下禮拜二之前來講的話 都是30、31度的高溫 那麼到了下禮拜三之後來說 會降到26到28度 低溫則是在22到23度之間徘徊 那麼在南部地區來講的話呢 未來一週的高溫 大概都是在30度、29度左右 那麼到了下週三來說 會降到27、28度 低溫則是在24度之間 那麼在東半部來講的話呢 這個高溫在這個禮拜天之前是27度 禮拜一之後來說降到大概26度左右 低溫則是在22度之間 好那麼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今晚到明晨的天氣預報 北部地區呢 今晚到明晨是屬於晴到多雲的天氣 低溫呢22度 高溫大概24度左右 中部地區呢 晴到多雲 低溫21到22度 高溫25到27度 南部地區呢 晴到多雲 低溫到22到24度 高溫大概在26到28度左右 東北部地區呢 有短暫的鎮雨 低溫22度 高溫23到25度 那麼在花東地區來講的話 晴到多雲 低溫23度 高溫25度左右 那麼到明天白天來說的話呢 北部地區是屬於 晴到多雲的天氣 低溫21到12度 高溫27度左右 中部地區呢 晴到多雲 低溫21到22度 高溫30到31度 那麼南部地區呢 晴到多雲 低溫23到24度 高溫29到31度 那麼在東北部地區呢 有短暫的鎮雨 低溫22度 高溫24到28度 在花東地區來講的話 除了在北花點 有點短暫的鎮雨之外 其他各地的 都屬於晴到多雲的天氣 低溫則是在23度 高溫在28度左右 好 以上就今天的天氣預報